各行各業不同的剪影 不同的工作內容 這是雲林縣政府和建設公司 共同舉辦的 雲林一百堅持故事活動 向外徵集令人感動的各種故事 11號下午舉辦頒獎典禮 獲獎的故事主角們也都來到現場 他們來自各行各業 包括喊病權威的醫師或地方法官 都有故事想要說 現場張立善也到現場 希望這些不同主角的故事 能夠讓大家看到雲林人的堅持 建設公司董事長賴正義也強調 雲林市自己的故鄉希望發掘自己家鄉的不同故事 這次收到兩百多篇的精彩投稿和幸福討論後 從原本的一百篇增加到一百六十篇 並且印刷成書 將令人感動的故事繼續流傳 歡迎新聞聯繫人中 吳建宏與您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大晋常 Kak T她的內容 請omon 大家從未開始 tap